作為臺灣最高水準的職業網球賽事 高雄海壽國際網球挑戰賽 目前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 並在雙打的第一天賽程 就上演臺灣內戰的戲碼 有老大哥陳迪和黃亮祺 對戰外卡的謝正鵬和楊少奇 結果大會第二種子的陳迪和黃亮祺 卻意外陷入苦戰 熬戰到第三盤搶食 才以10比8驚險獲勝 讓陳迪賽後坦言 真的有一點小心命 我覺得年輕的比賽 就是他們也打得一開始打得非常的好 那我覺得最後4比8的勝出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幸運 那當然也是在後面關鍵的時候 可能一些我比較有經驗吧 然後知道關鍵分重要分怎麼處理 儘管年屆30的成績 在國內已經算是老大哥等級的前輩 但這幾年來卻還是不斷的在追求進步 甚至在今年海獸杯 刷新個人單打的最佳成績 這也是一種突破 因為從過去打都是第一輪輸這樣 那這次就是首先贏了一場 那我覺得你每打一場比賽 一種突破都是一種肯定 那當然有時候是我不要去說設限 說我打到前8就好 因為我也會去希望說 我打到前4冠海軍 甚至說我也要去準備好 去留下這次的冠軍 一年到頭 永遠在各地打比賽的成績 在回來台灣前 才在中國和泰國拿下兩個冠軍 加上現在的海獸杯 兩個禮拜內打了超過16場比賽 面對這麼繁重的體能負荷 他卻淡淡地說 只要真心喜歡做一件事 就不會覺得累 認真的態度和敬業的精神 也再度為後生小輩們做了最好的示範 外天宣聞 張建宏 邵一峰 高雄採訪報導 謝謝你